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先来看一下外包装 外包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在产品标识上有小的改动而已 小米2s和小米2的外观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是在系统上做了改进 最新的小米2s搭载的是v5的系统 而小米2则采用的是v4的系统 两款都是基于安卓4.1而开发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系统的界面 现在是锁屏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v4和v5的界面 锁屏界面是不一样的 解锁的都是向下滑 v5的系统图标更压的圆润 滑动起来更压的流畅 而v4呢 相比来说就有有些跟不跟手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款机器的跑分情况 好 我们看到了现在跑分的分数 因为之前是做过跑分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分数好了 小米2s跑分是24711分 而小米2的跑分是11156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其实这款小米2搭载的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的稳定版 就是ICS10.0的版本 当然可以可以升到最新的v5系统 跑分应该是相差不大 相差3000多分吧 左右 因为小米2也可以升到小米的v5系统 所以说这两款机器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在cpu上有细微的区别而已 小米2s是升级版的8064系的cpu 处理器是4核1.7g 而小米2是4核1.5g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款手机的游戏加载速度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v5系统的大致的操作 和系统的UI上的改变 双击可以呼出音乐的播放器 向下拉是解锁 按下拉是5个字幕的 顶双击是6个字幕的 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网页的加载速度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